今天三年级的华文呢 我们就会学错别字 那什么是错别字呢 顾名思义就是错字和别字 那么错字是什么 就是你把字给写错了 就可能你多加了一笔 或者是你少写了一笔 常见的就有猜和折 这两个都插了一笔嘛 还有一个比较常犯错的就是 今和令 你们喜欢把今天写成令天 好 那么什么是别字呢 别字呢就是你的字没有写错 可是呢 你却用错了字 所以呢 为了让你们更认识错别字 今天老师就准备了练习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 好的 第一题 我和家人在蝴蝶公园 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星期日 你们找出错别字了吗 嗯 错别字就是这个筷字 筷应该是一个树心旁 而不是体土旁哦 所以呢 嗯 你们要注意哦 这个就是别字 就是你们用错的字 那么来看一下一个 小船在水里摇荡 不久后便在转弯的地方停住了 那么哪一个是他的错别字呢 嗯 答案就是 不是汤 不是汤 应该是荡 我们要夹一个草字头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突然下起了大雨 屋外的衣服都被淋湿了 那哪一个呢 嗯 这边的别字呢 就是零 我们应该有三点水 一场水灾 小华的家被水淹没了 OK 所以这个错别字应该很明显吧 就是羊 它应该是体土旁 好的我们来看第五题 沈爸爸找来了几张被子 交沈少典 折成几只小船 那错别字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折啦 就是下面是没有那个口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 班长呢 在班里维持次序 那么错别字是哪一个呢 就是 是 它应该是词 词是 提手旁 所以它写成了 是 是错误的 然后今天呢 老师就准备了十道问题 然后你们就找出它们的错别字 并把正确的答案写在挂虎的旁边哦 所以今天的复习就到这里啦 三三九宝贝们 你们都学会了吗 说明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